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白玩YouTuber白痴公主 有着直率又无厘头的个性 吸引大屏观众订阅频道 常常在社群平台分享日常的他 亲与好友飞往日本旅行 并且在新弄大卡的色谷景点 大战当地风景漂亮食物也很好吃 不过随后他也分享了自己在吃饭时遇到的小插曲 他表示一行人在餐厅遇到了明明就会说中文的华人店员 对方却一直应用不流利的英语来跟他沟通 让他苦笑不得 最夸张的是店员讲错了套餐内容 让他与好友误会、饮料已包含在套餐其中 该店员甚至在他家点后上错菜 但对方不但不承认错误 还理直气重地表示 他们都已经吃下去了 让他感到十分无奈 最后结账时 店员更直接丢了零钱 羞辱白痴公主 好有气地想帮忙讨回公道 但他自认太胆小 于是付了钱就走了 ettre直 你 没关系 远错 ין 责任 抠 TRA 依 感谢观看